这个男人把一百个鱼钩放进了嘴里 然后再把他们一口一口的吞进喉咙里 直到把自己的心肝脾胃肾都死死的勾住 他的嘴才放松下来 紧接着他又用手开始十字的往外拉 鱼线都嵌进了男人的血肉 他还是不肯放手 很快撕心裂肺的疼痛 让男人的眼睛都爆出了清静 可他还是不死不休的使劲往外拽 直到七七四十八个小时后 他好像勾到了什么东西 嘴里开始不停的吐番茄汁 他却一点声音也不敢叫出来 幸好被他的女友发现 可他也根本不敢救男人 因为有两个水井正在朝这边找来 可等到水井打开门 却没有发现男人的踪迹 原来男人早已经跳进了水里 正是水井不小心踩到了一根鱼线 水下的男人直接就吐出了大量的番茄汁 等到水井走后 女人立马开始拿出鱼杆收线 在女人的大力拉扯下 很快男人就从水里被拽了上来 为了确保安全 女人拉开窗帘 就开始为男人实施抢救 虽然男人保住了小命 可鱼钩还死死的卡在男人的喉咙里 于是女人掰断了一个木棍 卡在男人的口腔上 接着就把锋利的钳子伸进男人的嘴里 他又把鱼钩从男人的嘴里拔出来 伴随着男人死心裂肺的喊叫 女人终于把一百根鱼钩拽了出来 那么问题来了 他为什么要吞鱼钩呢 你绝对没见过这么变态的一家人 他们每天都必须戴着面具 就算吃饭都吃不进去 他们也不允许摘下来 而且千万不能说哥这个词 否则脸就会被一把小刀割破 然后要了他的小命 就在刚刚阿强第一次来女友家做客 却发现家里人全是怪人 脑袋长得也不知道是大年鱼 还是小黄鱼儿的脸 阿强都被震惊了 还好自己的女友是正常人 为了避免尴尬 阿强只能留下来吃饭 爸爸十分热情的邀请他 坐到贵宾的位置上 这么诡异 怕不是要吃了自己吧 更让他震惊的是 他们吃饭最奇葩 就算吃不进去 他们也不会摘下面具 就像汗上去的一样 全部秉成一个原则 不能浪费食物 喝口汤喝得满裤子都是 人家也必须撒完 盘子必须舔的正量 吃完也必须用抹布 把嘴巴擦干净 贵族的仪式感一样也不能少 好奇的男人特别好奇 为了帮助这一家人 他说自己的爸爸是整容专家 可以帮助他们 整成各种他们想要的样子 最起码可以把嘴巴割开 让他们能正常吃饭 完了 这下惨了 因为在这个家里 千万不能说哥这个词 下一秒 女孩就拿起套 开始割自己的脸 男人天真的以为女友是正常人 万万没想到 美丽的外表下 居然还藏着另一张黄色的脸 更可怕的是 他们还把男人也变成了同类 千万不要随便乱捡海上飘来的东西 更不能乱涂乱用 因为一个不小心 就有可能变成烤乳猪 就在刚刚 女人在晒日光浴 却发现自己的皮肤太嫩 好像要被烤焦 于是就想擦点防晒霜 结果在包里找了半天 也没能找到 但她不想离开 因为今天可是假期的最后一天 就在这时 海上飘来个神秘的东西 女人捡起了一看 正是自己需要的防晒霜 生产日期就好像刚出炉的昨天 于是女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根本没有防备的就涂抹到了身上 左胳膊涂完 涂右胳膊 为了涂抹均匀 每处都要划上个三百来圈 胳膊涂完涂大腿 就连十一根脚趾套都涂得满满的 女人似乎很享受 可她的表情却变得十分诡异 好像占了天大的便宜 女人涂完四肢开始涂脖子 就这么抹了二百来圈后 女人开始涂脸 甚至就差把鼻子给盖住了 捡来的东西就是要把它用完 贪婪的人性 让女人忘记了危险 于是在高温四十度的中午 她睡着了 结果等她醒来 女人居然变成了烤鸭 所以千万不能贪小便宜 女孩想要把脖子拉长 于是医生就要双手卡住她的头 然后咔巴咔巴两下后 又把她的脖子用力向上一提 完美 但女孩还是不满意 结果医生又强拉了几下 咔巴完了 脖子断了 直接就变成了豌豆牙 这可把医生吓坏了 为了逃避责任 医生找了个借口 就偷偷撩了 想想别的姐妹都可以正行成功 而自己却变成了这副鬼样子 不仅最喜欢的舞蹈不能再跳了 就连男朋友也可能抛弃自己 这医生一定是故意的 她难过极了 女孩发誓 必须要找那个医生复仇 废了她的一只手 但这个医生很狡猾 白天从来不敢出门 女孩整整等了七天七夜 才在公交车上找到她 就在女孩又开始实施计划时 公交车一个刹车 就把女孩甩出了车外 更惨的事 受了重创的脖子又开始变得更弯了 幸好被男友送进了医院抢救 醒来的女孩更生气了 一想到那可恶的医生 女孩就寝食难安 就连睡觉都会被气醒 复仇已经成了她的执念 她必须要毁了医生的手 可每次她都不成功 女孩拼命的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甚至气氛的光光撞墙 更可怕的是 她还学会了各种巫术 可就是达不到目的 一次次的失败 让女孩越来越绝望 她不仅失去了舞台 也失去了挚爱她的男友 女孩想偷偷了结自己的生命 就在这个时 那个医生找到了她 内心的愧疚 终于让她对女孩说出了迟来的道歉 女孩也最终选择了原谅她 也放过自己 她重新为自己缝制了舞鞋 又为自己做了一只特定的围巾 坚强的再次走上了舞台 因为外表不再出众 于是她更加努力的锻炼功底 最后女孩成功的站到了舞台的制高点 男人意外在雪地里 嫌回了个漂亮媳妇 可她白天是温柔的妻子 到了晚上却变成了冰冷的妖怪 专门吸食别人的洋气 但凡遇到她 都会立马变成干湿 女人为了伪装自己 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为男人生了三个孩子 可这些孩子都是浑身冰冷 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更奇怪的是 村里同样年龄的女人 都变成了老太太 只有女人还抱持18岁的样子 这让村里的人都不得不心生忌妒 但男人却一点不在意 还在每天拼命地砍柴生活 女人也是每天勤俭持家 根本看不出一丝破绽 直到男人的母亲去世后 女人接替了老母亲的活计 男人这才在油灯下 看清了女人的脸 她总觉得似曾相识 原来在不久前的刚刚 男人和同村去山上砍柴 却因为恶劣的天气 被困在山里迷了路 幸好他们找到了一个小屋 暂时避一避 可这时却突然出现了个雪白的女子 男人眼睁睁地看着雪女 吸走了同伴的洋气 她被吓坏了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但还是被雪女发现 雪女一看男子貌美如花 决定放过她 并警告她 今晚发生的事 一定不要告诉别人 否则就会要了她的小命 说完 雪女就消失在白茫茫的大雪中 可此时男人却越看自己的妻子 越像当时的雪女 于是就忘记了当年的承诺 将那年雪夜发生的事情 全部讲给了自己的妻子 话音刚落 妻子就脸色皱变 屋里所有的灯都被熄灭 变得阴森无比 原来她就是当年的雪女 妻子本应该按照约定 杀死这个背信弃义的男人 可看到自己熟睡的三个孩子 雪女还是放过了她 但作为惩罚 雪女再也不会和她相见 男人懊悔不已 赶紧追了出去 可只看到妻子消失在雪夜里 这个58号大脚刚走进房间 去找自己的同伴 结果却被另一个同伴锁喉 下一秒 很快她就被撕成了碎片 而这些碎片又恰好是其他同类的食物 开始的时候 两个人还合作得十分默契 直到出现第三个木头人 事情发生了巨变 甚至为了争夺食物 开始大大出手 原来这些人都是由完美的电子元件组成 可每个身体上却都有个大洞 只有吃饱的时候 大洞才会闭合 可一旦木头被吃完 她就必须念出房间里唯一的咒语 召唤更多的木头 但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于是她想找个帮手 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 一号木头主动送上美味的食物 可新来的二号木头人 却只对她的手感兴趣 因为那才是新鲜多知的 为了避免冲突 一号木头人告诉她 自己的猎杀想法 于是二号木头人立马心领神会 就这样 他们开始猎杀同类 渐渐的二号木头人嫌弃 自己出的力太多 想再召唤个队友 可她绝对想不到 这会是多大的危险 因为一个和尚可以挑水盒 两个和尚可以抬水盒 但三个和尚就有可能被咳死 果然在召唤了第三个队友后 他们轻松的猎杀了同类 却因为三号只是冻冻嘴 就分给了她一小块肌肉 这也太小了吧 于是三号怒了 立马用咒语召唤了自己的队友 一号一看不对 于是也开始召唤自己的队友 奇怪的是 这些木头人从出生 就可以自由站队 为了获得更多的食物 他们开始大大出手 虽然三号很聪明 但终究抵不过一号的巨大力量 只能在垂死挣扎时 扯下一号的舌头 最终一号获得了无数的食物 但也总有吃光的时候 当她再次饿肚子 想念出咒语时 却因为没有舌头 发不出一点声音 饥饿的她甚至想要吃掉自己 木头人彻底疯了 却找不到任何出口 直到最后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不 下一轮木头人又开始了 那你们知道 这局究竟该怎么破吗 这个雀白的女孩 把一瓶八千毫升的娃哈哈 倒进了汽车的油箱里 因为她发现 车里有个女人 被一个可怕的男人抓住 为了救女人 女孩假接为汽车打气 偷偷用铅笔 给轮胎把汽给放了 转头又看到女人 各切的用手势 请求女孩的帮助 于是她赶紧趁男人在付钱 偷偷跑到旁边的另一台车前 请求金发女报警 结果金发女却不想管闲事 不仅没报警 还赶紧离开了现场 这可把女孩急坏了 为了拖延时间 女孩立马拿起一个油桶 故意撒在汽车后 造成漏油的假象 而汽车里的女人 为了自救 也偷偷摘下了眼镜 希望别人能发现自己 却被可恶的男人发现 并威胁她 千万不要搞小动作 否则就给她好看 女人害怕极了 只能照做 幸好这时女孩 把一桶油倒到了车下 并告诉男人 她的汽车在漏油 为了安全 她提议 将男人把汽车停到一旁检查 女孩赶紧上前 大开汽车的盖子 并将汽油拼命地 洒满汽车的发动机 希望能引起更大的事故 可她还没有行动完 就被男人抓了个正着 女人则趁两个人在争吵 偷偷溜下了汽车 可还没跑几步 就又被男人抓住 幸好佛波勒及时赶到 可刚想要抓捕她 男人却转头就跑回了车里 好在车子 已经被女孩破坏的 烧坏了发动机 不仅无法启动 还被困在了车里 这真是善有善暴 恶有恶暴 坏人终于得到了她 应有的惩罚 我敢保证 你绝对没见过这种生物 它不仅体型庞大 而且每走一步 都能触发十级地震 周身都长满了带刺的岩石 深渊一般的巨口 可以吞掉一头 两百八十吨的成年大将 但这头怪兽 却轰然倒地 无论怎么挣扎 都动弹不得 那究竟是什么物种 猎杀了它呢 原来在怪兽的身上 寄居着很多种物种 其中包括外星人 它们长相酷似人类 一个带着孩子回家的外星女人 突然 就被一只可怕的毒虫袭击 一个男人又及时出现 锤翻了毒虫 女人抱着孩子拼命地跑 男人却被毒虫反击 压在身下 准备当点心 突然男人抓着一块石头 猛砸了过去 这才显像还生 可抬头一看 居然全部是毒虫 原来毒虫才是猎杀怪兽的真凶 男人被吓得赶紧逃出洞穴 毒虫也在穷追不舍 却因为太胖 被卡在洞口 无奈只好选择放弃 显然这头怪兽 很快就会被毒虫吞噬 已经不再适合外星人生存 这里是太拉星球 在这里完全没有植被 要想躲避危险 必须寄居在怪兽身上 所以它们为了生存 必须要及时找到健康的成年怪兽 于是外星人开始成群结队的迁徙 它们穿过荒漠 穿过白骨 从白天走到黑夜 再从黑夜走到黎明 终于它们找到了一个山丘 于是一群人迅速爬了上去 并定居在这里 原来这里就是一只健康的怪兽 那么你相信外星球 有和人类一样的物种吗